用閒置電腦換手機,最後電腦壞在手機店責任怪誰? 婆婆讓我早上吃飯我沒吃。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覺。 不經常吃早飯的習慣。 一旦吃了一早上胃就難受。 剛來婆婆家的時候每天都得讓我吃。 後來我也皮臉了說也不聽了哈哈。 從今天開始要好好養招財。 之前實在是忙的顧不上。 看見他這個小樣子還挺可憐。 現在軟骨素維生素通通都餵。 下午要去用電腦換個手機。 一開始我吵著要買。 結果也沒用上。 還得虧錢賣掉H哥說一開始不讓買非得買。 現在後悔也沒用了。 再買個手機弄三號電。 又被H哥抓住把柄了哈哈。 又不知道的說我多長時間。 換了身衣服直接出發。 H哥像個老太婆一樣。 天天嘟囔的沒完。 小事還多像女孩一樣。 我們也不懂手機這方面。 就來他朋友這邊了。 電腦中途還壞了。 他倆一見面就鬧著玩。 電腦剛放這邊被我一關好像錯位了。 他倆真是誰都不讓水你們說像不像小孩子。 最後讓他朋友拿去休下啦。 我換了一個X2明天再來看電腦。 來超市買點水果就回家。 家裏面都吃完了平常在店裡每天也都不斷。 結帳回家開吃兮兮。 謝謝。 謝謝。 謝謝。